鉛序電池的正負極 在放電的時候 都會變成硫酸鉛 不管是正極還是負極 在放電的時候 都會變成硫酸鉛 所以同學可以很清楚的看見 氧化鉛要變硫酸鉛的時候 跟負極的鉛板要變成硫酸鉛 我們先從負極開始講起 負極比較簡單 鉛要變硫酸鉛 就請你加入硫酸鉛就好 那最後再做一個電荷平衡 左邊兩個負右邊兩個負 DPSO4 好那這兩個電子就會轉移到正極 這兩個電子就會轉移到 然後從負極轉移到正極去 那一樣 硫酸鉛也會跑進來 湊熱鬧 主要是為了讓氧化鉛變成硫酸鉛 最後再做一下電荷數的平衡 電荷數的平衡 首先左邊有沒有帶電 左邊有帶電 帶幾個電 兩個負加上SO4二負 總共四個負 所以你必須用氫離子來把電荷給中和掉 因為右邊沒有帶電 那氫離子從哪邊來 氫離子從哪裡來 氫離子從硫酸來的喔 硫酸在水中會解離 這個不是很正確的解離方程式 但是先這樣子用 不是很正確的解離方程式 國中程度的牛酸解離方程式 那我想先了解這個就好 誰沒來啊 你幾號 空會 十九 除了十九號都來了吧 這個人是誰 兩個沒來啊 往哪兒吃了 二十三言請教 這書包怎麼還在 我不會跟我以前同學一樣吧 跟我說好要去讀書 然後就說喔好 就一到圖書館說 奇怪他人咧 他人不見 然後想說算了算了 不管他我去念 六點多七點他還是沒回來 八點他還是沒回來 九點還是沒回來 十點半圖書館要關門了 他還是沒回來 打算給他 欸你在哪裡啊 關門咧 不是要跟我一起讀書嗎 他說蛤 我有可以一起讀書喔 我說不然你在哪裡 我在家啊 你在家 你剛剛去哪裡 我剛剛去打網咖 你書包在哪裡 欸對齁 你知道嗎 那一條就提兩個書包回家 我媽真的會來的書包 同學的 超誇張的書包忘記帶 跟我說我去網咖 好來 那左邊有氫有氧 右邊會有水 左邊有氫有氧 右邊會有水 最後 再做一個原子數的平衡 這就是正負極的半反應式 同一個時間 我們來討論一下 氫氧化數的變化 好 左邊的 二氧化鉛的鉛 帶正四 可以嗎 要OK吧 右邊 硫酸鉛的鉛帶正 二 這個鉛不帶電 這個鉛帶正 二 好 瞬間同學可以告訴我嗎 正四到正二氧化數是上升還是下降 下降的話它是氧化還是還原呢 還原所以它在因極 另外一個從零變成正二氧化 氧化的話是氧幾 不要玩手機 偵測到204班 靠窗的地方 電磁波特別的強大 懷疑是有訊號正在傳入跟傳出 好 最後 再把全反應式給寫出來 全反應式在書寫的時候 把箭頭左邊有跟右邊有的把它卡掉 比如說兩個墊子 左邊有右邊有 還有什麼 沒了 沒了 最後全反應式 全反應式的書寫是這樣 PB 加PBO2 加 這怎麼加 四個氫加上兩個硫酸根 會變什麼 會變兩組硫酸 變兩個硫酸千 兩個硫酸 再加兩個水 硫酸這個人我還蠻佩服他的 你知道嗎 就像吃飯跑步游泳 大家都在幹一樣的事情 憑什麼他賺那麼多錢 對不對 他變得魔術不見得比你魔術社的社長還要會變 但是他可以到大陸去 所以同學 你要做什麼事 如果你想賺錢的 聽我一句話 去人多的地方 賣你要賣的東西 你不要到那個北極賣冰棒 到非洲賣雨傘 對不對 北極到賣冰棒還有可能會賺 非洲賣雨傘 除非那個非洲人跟你說我怕黑 北極賣冰棒會賺錢 我是看到那個瀋陽 你知道瀋陽嗎 或者是哈爾濱 然後他們冬天怎麼賣冰棒 他們冬天賣冰棒的時候 冰棒是直接一箱一箱丟在路邊賣 因為冰棒放在路邊是不會融化的 就是天然的冰箱 那他們為什麼要買冰棒回家吃 因為他們說家裡面暖氣開太熱 所以要買幾支回家吃 蛤 相當有趣 冰棒冬天賣特別好 什麼東西啊 很帥 全白音是月考會考 那我們來看一下月考會怎麼考 它會用非常多種討論的方式 當我 有 會 多少 莫爾的電子 從負極 轉移至正極的時候 當我有多少 莫爾的電子 從負極轉移到正極的時候 我的正極也就是陰極 負極也就是陽極 負極也就是陽極 每當我有兩個莫爾的電子 在轉移的時候 墨爾數的電子的前面係數是2 每當我兩個墨爾的電子轉移的時候 陰極有什麼變化 陰極的材料會從PB02變成PBSO4 所以陰極會增重 那陽極會怎樣 陰極如果會增重 陽極就會再見 因為增重再見 不好笑 陽極一樣增重 PBSO4 正負極都一樣喔 增加重量 很重要啊 考試會考 好 但是不可能那麼輕易放過你 那請問你 增加重量的話 增加多少功課 在講增加多少功課之前 我先來偷偷的告訴你 PB207 S32 O16 H1 這叫做原子量 偷偷的告訴你 那你幫我算一下 PB變成PBSO4的話 會增加多少功課 你幫我算算看 快 重筆算 每個人都算 這樣子你考試的時候 才會有印象 很多人回家是不念書的 寫考卷都是憑著上課的印象在寫考卷的 所以現在趕快算算看 然後到時候你從你記憶的深處就可以找到答案 你在吃什麼 看起來好好吃喔 有意思喔 不然呢 飛雞 這是什麼東西 飛雞餅乾 飛雞餅乾 超好吃 那都要去那個雜貨店買 一次買50塊一大包 回家吃一個晚上 還有那個啊 那個什麼 綠色那個臭臭豆還什麼東西 超好吃的 綠色那個啊 那叫什麼 對對對 要拉胃 不是蟬豆 沒有那麼簡單 沒錯 對對對 那超好吃的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 雞塊 就餅乾肉跟雞塊一樣 然後超好吃的 然後一次買買一包 還有同學會去買那個薯餅 那一包大概跟一個人一樣高 然後買回來就大家分分分分分 大學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你會幹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我的室友是一天到晚打電動 不停的 然後我是無聊的時候我就把那個 諾曼帝大空降 從第一集看到最後一起把它看完 然後我同學是灌籃高手 從第一集看到最後一集 更厲害 好 你算出來了沒 PB變成PBSO4 增加多少 64 PB變PB PBO2變PB64 那PB變PBSO4呢 96 OK 好還沒完喔 那電解液呢 電解液跟誰有關 電解液跟這個 水 硬酸 硬酸 還有水有關 電解液跟這兩個人有關 那請問你的是 硬酸會增加還是減少 硬酸在反應霧水 硬酸會減少 水在生成霧水水會增加 好 那硬酸會減少多少 水會增加多少 硬酸會減少 H2O會增加 增加多少Mor 水會增加多少Mor 看它的係數就好了 硬酸減少2Mor 硬酸減少2Mor 2Mor電子流經過 負極往正極的時候 硬酸會減少2Mor 水會增加2Mor 那2Mor的硬酸等於幾克 2Mor的水又等於幾克 這是算分子量而已 2Mor 2Mor 乘上它的分子量 分子量的話一個人叫做98 一個人叫做18 可以嗎 所以算一下 淨力好不好 什麼叫淨力 淨力就是Do your best 不好笑 淨力就是做生意的時候 這邊減少 這邊增加 那請問你 我用掉98塊乘以2 賺了18塊乘以2 那我淨賺 放電的時候 電解液是增重還是減重 OK 電解液減輕了多少公克 考試會考 放電的時候 電解液減輕了多少公克 減少 減少的量是多少 減少196 增加只增加了 36 所以減輕了160克 就是你放電的時候 整顆電池變輕了 電解液的部分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目前為止有沒有問題 應該沒有吧 我們現在講都是放電喔 就電子在放電喔 電池這個章節交完 就差不多了 其他的部分都是 非常非常的簡單 甚至我們可以 一人帶一包餅乾來同樂會 都OK 一人帶一包飛機餅乾好了 太棒了 飛機餅乾配奶茶 完美的下午耶 最近我都知道有一個東西叫做馬卡龍 那個東西跟那個麵包店在賣一大包 然後也是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那個嘛對不對 然後賣超貴 有一個馬卡龍到五六十塊的一個便當耶 對不對 你有圖片喔 你在下午拿這個會不會太糟糕了 我等一下要去買吃太可惡了 馬卡龍很多人認識他自然不能不提 這是法國的吧對不對 是法國嗎 我最喜歡吃覆盆子的 聽說馬卡龍這個在原文是什麼 少女的腹肌喔 我同學說他上次跟我說馬卡龍就是少女的腹肌 那誰想吃啊 少女的什麼地方 OK 我們來講一下 那充電呢 放電我們講完了 那充電呢 放電必烤 他會跟充電一起烤 放電會跟充電一起烤 如果今天千序電池沒電了 怎麼辦 就充電嘛 所以千序電池的充電 但是那馬卡龍超甜的 女生一定很喜歡吃那種超甜的 因為聽說 甜食會撫慰人的心裡 就是如果你吃很多甜的東西 下時間你會覺得很幸福 所以有一次我們教會就說什麼 那天下午在做那個 什麼什麼內心的醫治 就是挑起你從小到大一些不好的情緒 然後釋放那些不好的情緒 就那一場演講講完之後 福利社的那個 那個巧克力幫東西糖果就不賣光 大家太痛苦了 買東西來吃 好來 充電的時候 記住這樣子 正接正 負接負 必考 充電的時候要正接正 負接負 充電的時候正接正 負接負 所以電子的流向 電子怎麼流 電子是這樣子流進來的 然後再從正極流回去 OK 這是電子的流向 兩個電子 流進來 再流出去 不能接反 接反會爆 你不信的話 你今天回家 先把你爸車子的大燈打開來 讓他亮半個小時 然後你媽出門的時候 你就發現你爸轉鑰匙的同時 車子都有嗲嗲嗲嗲嗲嗲嗲…的聲音 整個發動起來 他說媽媽不要緊張 我知道誰可以救我們 你就打個電話給小浩 計程車啊,計程車有這個服務,你不知道嗎? 他來幫你充電一次100塊 然後接的時候,計程車司機說,我忘記怎麼接,不要緊張 正接負,負接正 接好的當下,你爸爸的鑰匙一轉,你就會從引擎蓋的裡頭看見101煙火 棒,炸掉 然後之後你的屁股就會開花 正接正負接負啊,尤其是男生你要知道,因為你以後開車 以後應該不會了,因為我記得現在的車子只要大燈沒關 你熄火,大燈沒有關,車子會叫 ㄍㄧㄧㄥ,這樣會提醒你,會叫,對不對?現在新的車子都會嘛 以前舊的車子不會 我記得有一次我開車去上學,然後停著6點多的課,上到晚上8點 大學的時候 結果下課我要出來開車,我發現,誒,我的車燈為什麼那麼亮 我從路邊隨便抓一個教授,他剛停好車,教授教授請過完一下 誒,什麼事情,幫我充電 他人還超好的,他把車子開過完 幫我 不然真的是,真的是會悲劇 有一次是去高雄 去奇津吃海產 你有去過嗎? 奇津要怎麼去? 你到高雄市之後要怎麼到奇津 第二個方法 第一個從西子灣搭渡輪過去嘛 第二個是到高雄的南端 走那個隧道,海底隧道過去 我就開車過海底隧道 你知道過隧道車子一定要幹什麼? 一定要開大燈 然後一出隧道就是白天嘛 所以你就不知道,你就不覺得自己燈有亮 所以逛季觀 然後吃海產,吃完好開心 就去那個什麼炮台 不是有個什麼什麼炮台嗎? 然後有個什麼什麼天 有個什麼氣象觀廁所還是什麼的 我們就上去 然後下來的時候發現,誒,怎麼燈那麼亮 又一次 我還去按人家的民宅誒 誒,什麼事情 你找誰? 請問你家有開車嗎? 幹嘛?幫我充電 我超級厚臉皮的,不然也沒辦法 所以以後真的要小心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那正負極 正負極的反應是 就是把剛才的正負極顛倒過來寫就好了 把剛才的正負極顛倒過來寫 誒,不是這樣喔,你不要吵喔 把剛才的正負極顛倒過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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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剛才的正負極顛倒過來寫就是答案 把他抓過去 你也可以這樣做,好不好 剪刀膠水拿出來你也可以 好,這個放上去 好,這就是正負極的反應式結束 簡單吧 一秒鐘完成 下面也很簡單 正負極把它 反過來放就好了 正負極把它顛倒寫就是充電了,好嗎? 所以對充放電而言 充電就是放電的相反 那考試會考你喔 會不會有手寫 目前為止還不知道 所以請你好好的唸書 說不定有,說不定沒有 不要以為社會組的就不考手寫喔 不一定喔 通常社會組不考手寫是 禮遇 對你來講只是一種禮遇 並不是一種絕對 好,正負極的反應式寫完 再寫全反應式 全反應式一樣 這樣頂倒過來寫就好了 把剛才的產物寫到反應物 反應物寫到產物 就是它的全反應式 OK 所以 充電的時候水會變少 硫酸會增加 然後充電的時候 正負 正負極都會 減輕 剛剛都會增重嘛 現在都會減輕 我們就不用再抄剛才的東西了 好不好 只要簡單的寫就好了 充電的時候 正負極都會減輕 剛剛是放電嘛 現在是充電 充電時 正負極均減輕 然後電解液會增重 很簡單 很簡單 今天是不是變熱 什麼時候還會再冷 掐紙算一下 禮拜天 禮拜天 確定喔 沒有冷怎麼辦 去人家吹冷氣 不管什麼時候冷都無所謂 但是12月23、24、25一定要冷 不然就不像聖誕節 聖誕節穿短袖超弱的感覺 自己像非洲人一樣 陰陽極我故意不寫喔 現在才要跟你討論 陰陽極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有幾種看法 第一種 負極有電子流進來 電子流進來 就會讓我的氧化數下降 正二變到後 又變成零 所以這邊電子流進來是陰極 負極是陰極 正極呢 從正二變正四 電子流走了 電子流走的地方是陽極 你幫我比較一下放電的時候 正負極分別是什麼 放電的時候正負分別是陰極跟陽極 有沒有 OK喔 那充電的時候呢 正負變成陽極跟陰極 正好顛倒過來喔 所以我告訴你 你不要死背 陰陽極是怎麼判斷的 陽極必定會有人做什麼事 氧化 陰極一定會有人做什麼事 還原 對對對 那正負極呢 正極的活性小 負極的活性大 可以喔 那充電的時候正負極的判斷方式是這樣的喔 注意看 充電的時候 你碰到電池的正極 所以那個人就叫正極 你碰到電池的負極 那個人就叫做負極 就這麼簡單 外加電源正負極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電池一定要用直流電喔 可不可以用交流電 可以啊 如果你用交流電的話超智障的 交流電叫做正負極 如果是我們台灣人是60赫茲 就是每秒鐘會正負極會變換60次 你就搞的那顆謙虛電池好亂 然後不知道到底你要給他充電啊 你要叫他放電 所以只能用直流電喔 用交流電就等於沒充 再講一次喔 充電正接正負接負啊 男生 不要像我大表姐有一次去埃及玩 對啊 租了一台mini cooper就給人家炸掉 這是怎樣 老闆租我車幹嘛 不要炸掉 寫好了嗎 小小看題目囉 小小看題目囉 134 立體5 謙虛電池的說明或者正確 A 放電的反應 千加二氧化千加硫酸 變成硫酸千加水 B打勾沒錯 跟你剛剛寫的一樣 B 這是我們昨天講的 不是昨天 上禮拜五講的 一組電池是兩伏特 所以要有六組串聯 那一組是兩伏特 沒錯 B打勾 那常常是用六組去做串聯 輸出12伏特 那如果有五萬組串聯的話 就等於一隻皮卡丘 十萬伏特 C 昨天看一個新聞超智障的 他說 日本首相出來發表一篇演說 請父母為小孩取名的時候 慎重考慮 因為有些動漫迷的 那個年紀的人 現在已經變成爸爸媽媽了 然後他還是非常瘋狂的 迷動漫 就把他的小孩子取名字 叫做皮卡丘 然後就很多網友都開始推文啊 他說 你願意 皮卡丘 你願意嫁給皮卡丘嗎 一輩子與皮卡丘同在 小智應該會說 我願意 我覺得超智障的 還有人取叫什麼 Hello Kitty CD喔 還有什麼 什麼 賦與旅喔 還有什麼東西的 本來就是超讚的 好 看C 對啊 賦與旅 然後 還有那個什麼 雕車族的爸媽就把他的小孩取名 叫什麼 暴走族 還有什麼東西的 反正就很好笑對不對 超好笑的 然後日本首相超憤怒的 說要立法 嚴禁 要抵制這種歪風 這樣子 哈哈 然後後來民意還兩極化欸 民意啊有一段 一半的人很支持 另外一半的人說 我們就是要這樣取 不然你要怎樣 靠 超屌的 好嘞 完全覺得皮卡丘那個超帥的 點名 1號 皮卡丘 皮卡皮卡對不對 好看C 不過台灣應該比較沒有這種問題 因為姓氏 除非你還要改姓氏 有沒有人姓皮的 沒有嘛 等他老的時候 如果皮卡丘 這個名字其實也不錯欸 一個名字才兩用欸 年輕的都叫皮卡丘嘛 而且你叫他還叫卡丘 有沒有 欸卡丘 然後 他的弟弟 他如果有2D的話 可以叫做皮卡拼 然後有3D叫皮卡拼 然後4D叫皮卡拼 而且老的時候還可以去演那個探險火寶 他就變老屁了 好看C C寫顛倒了喔 電極的負極是千 正極是二氧化千 寫顛倒 好看豬 充電的時候 千板接負極 二氧化千接正極 沒錯沒錯 沒錯沒錯 正接正負接負 你可以在你的筆記剛才那張圖上面補充一下 負極的地方是千 正極的地方是二氧化千 那正接正負接負 沒錯沒錯 最後一個充電的時候只可以用直流電 所以答案選黑皮豬 OK的時候看135頁 立體5 立體6 立體6 這什麼老皮 然後那個配音都要給他講那個香港槍 完全沒道理 而且我看過那個欸 他去訪問那個老皮的配音員 他說他剛開始配音 他沒有從頭到尾看過一集探險魔寶 因為他配音他就只配老皮那個部分而已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老皮是什麼 後來他也知道老皮是狗 他一開始完全不知道 然後就配音了 所以你看 真的是 演戲的是瘋子 看戲的是傻 立體6 千序電池千日負極 二氧化千日正極 兩種電極都浸在硫酸裡面 欸這是學測的 你做做看好不好 30秒 這是學測的 30秒做做看 快點 這就是400天後你要面對的敵人 欸記住喔 那個 今年的學測考完之後 然後上網去把題目下載下來 做化學的部分 看自己可以得幾分 等我的課都上完了 我就下載 這幾年的 來讓你寫寫看 當作小考成績好了 那還不錯 我說不錯 這提議起來太好了 我沒有小考過啊 有喔 幾次 不多吧 這次段考可以多考幾次 不錯不錯 比你在跨年的年假一定要念書 好 看一下 放電的時候 謙虛電池放電 硫酸的濃度會減少 A打X 硫酸濃度會減少 B選項打勾沒錯 再來 硫酸濃度如果減少的話 容易的密度會減少 不是增加 減少才對 剛才講了 放電的時候硫酸會減少 所以密度會減少 豬也可以打勾 再來正負極度增加 1也可以打勾 答案選B1 下面幫我寫 立體6-1 立體6-1 立體6-1就考 請問你充電的時候 哪一些敘述正確 自己加一個立體6-1 充電的話 答案選ACF 充電的時候答案選ACF 如果現在考放電 哪一天他就換成考充電 所以你先預備好 等著敵人來面對你 對不對 充電的時候不是都是 他們重量的 F的話不能選 充電的話正負極度減少 正負極度減少 所以是AC 充電的話選AC 同一題的話 電極在充電的時候 重量均減少 很好 感謝小迪的提醒 好 我們的謙虛電池 第幾點啊 謙虛電池我們的標號是標第幾 3 對不對 然後第4 是 涅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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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隔 電池 涅氫 涅氫隔也是可充電的 只是他們有一個非常嚴重的缺陷 叫做有記憶效應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個缺陷 而且你看喔 這個格還有污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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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 用的話實在是非常難用 綁手綁腳 什麼叫記憶效應 我們來學一下 這裡如果有一顆電池 咱們把它充飽電吧 充飽電 電充飽了 好開心喔 可以用 可以開始LINE一下 對不對 在亞洲好像 只有台灣人很愛用LINE 其他國好像還好 用完了 用完了用完了用了用了用了一直吃電 結果沒有用完的情況下就去充電 好電還沒用完就去充 這時候會怎樣 你會導致下面這個區塊 就再也不能用 你充電的時候 如果下面沒用完你就開始充 那你會導致下面那個區塊就不能用 好充飽 充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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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還沒有充飽 還沒有充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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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 這顆電池沒用完可不可以充?不能,不然就壞掉怎麼辦? 放到那個放電器裡面,那個放電器可以幹嘛? 什麼都不能做,只能放電 就把電池的電耗光 然後還有一種很奇怪的設備就是快充 有一些人我等不及,我一定得在十分鐘之內我就要用到電池怎麼辦?沒關係 有一種充電器,我們平常充電器充半個小時一個小時才會好 他充十分鐘就好 可是瞬間充好的話功率太大,所以充完整顆電子超燙,沒有辦法拿在手上 你丟到水裡面,水可能就滾了 變超燙 所以那時候我賣這兩種很奇怪的東西 你現在要買,買不到了 你要買我可以賣,你我家還有 可是那超智障,放電器可以幹嘛?什麼都不能做,就是放電 所以這個是涅氫跟涅格電池 那因為這兩種很鳥,所以馬上發明了新的,叫做鋰電池 現在手機都是用這一種 你可以參考講義的134頁 我們一起畫重點 鋰電池的部分,負極 麻煩你把鋰金屬畫起來 活性大的放負極,鋰金屬 陽極就是正極 它放的是金屬的氧化物,把氧化物圈起來 氧化物的活性比較小 電解質打星星,必考 叫做有機溶劑 有機圈起來 通常都會改這兩個字 把它改成無機可不可以選 不行喔,改成水可不可以 也不行喔 有機溶劑不是水溶的意喔,不一樣喔 反應自己參考 電壓畫起來3.6伏特 特性,打星,必考 有一些敘述會考的關鍵字 請你圈,第一個體積小,小圈起來 小的話就輕,輕圈起來 能量密度圈起來,能量密度高 什麼叫能量密度 在單位體積內可以放出很多的能量 就是能量密度高 環保喔,再來 充電的時候,充電沒有什麼好說了 電子會從負極流進去 因為充電的時候是正接正負接負 OK 好,那它壽命也算是很高 你看你的電池差不多 一顆電池的壽命大概是一年到兩年 像我現在這台電腦的電池就快掛了 我現在這台電腦的電池 它已經重複掉幾次了 很快掛了 好,來看第七 鋰電池是新一代的電池喔,很好用 那請問你喝的正確 A選項 鋰電池的充電的時候 它的反應應該是什麼 B選項 C選項 C選項 E選項 快 30秒 探斷 我們明天來講解這一題 你現在寫 C選項 C選項 C選項